我就是演员 历经三个月的录制 六十多位演员 登上了这个属于演员的神圣舞台 而他们对表演的赤子之心 也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他们相信这个人物 他们在台上站得住 开枪啊 哪来的 你别忘了他就怎么丢的 送时间拍照 感谢你 把如此纯净的心 和一张干净的脸 留给这个舞台 谢谢你 小鲜肉比也可以有演戏眼的 很好的人 这个才是偶像 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太不容易 感谢你们 上周张子怡战队成员 图松岩 韩雪 吴秀波战队宋毅 徐征战队王阳 过关斩将 杀入四强 掌声欢迎 成功闯入总决赛的 四强选手 子怡老师先选择 明的战队 率先要派出是谁 通过导师现场抽签 张子怡战队图松岩 将对阵徐征战队王阳 而张子怡战队的韩雪 将迎来吴秀波战队宋毅的强势挑战 四位实力演员 强强对决 剑职总冠军荣耀 决战在即 一触即发 六位黄语影视圈顶级导演 坐镇现场 见证荣耀归属 他们是 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 第五十三届金马奖评委会主席 许安华导演 作品多次战获金像奖 金马奖 他就是导演 关锦鹏 欢迎《黄语影坛》 犯罪类型电影领军人物 曹宝平导演 著名导演 制片人 大陆武侠剧开创者张继忠导演 中国首位票房过亿的女导演 多次获得国内外电视电影节大奖 她就是胡梅 她曾获得嘎那国际电影节金棕旅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 华表奖优秀导演奖等 掌声有请 陈凯歌导演 有请演员推荐人张国立 表演指导老师刘天池 压转而来的是三位战队导师 吴秀波 徐征 张子怡 他们将为演员们继续保驾护航 张子怡 快点 现场五分招 歌功统老师准备 老公 我现场准备 发挤时间 演员就位 天上准备 五 四 三 二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浙江卫视OPPO 我就是演员 总决赛的现场 欢迎大家 众所周知 一共有七位大导演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并贡献了精彩的影视画作品 其中陆川导演的女儿 获得了腾讯视频评分第一名 恭喜陆川导演 在此 秦云虚我代表我就是演员节目组 对由文艳导演指导的嘉年华 制作团队和出品方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电影嘉年华改编的短片女儿 在节目已经播出之后 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而由于节目组的失误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未能对嘉年华电影进行署名 我们已经进行了改正 接下来我们也将拍出更多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 来与观众共同分享 总决赛共分为两轮表演 第一轮四位演员两两组合 分别演绎两个经典剧作 表演结束后 由现场250名大众评审 50位媒体评审 10位专业评审 6位导演和演员推荐人张国立 共同投票 票数较高者 直接进入第二轮 冠军争夺战 第二轮表演 表演结束后 由现场250位大众评审 和50位媒体评审 共同投票 绝出本季 我就是演员 冠军 今天还有一位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员 也是坐镇现场 他将会担任我们的决战参谋官 让我们欢迎 慧英红老师 欢迎您 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真的 我大开眼界 因为我看到很多 非常出色的演员 我真的觉得 我在他们身上 我学了很多东西 那这一次 应该是最后的决策 我希望能够在他们身上 再偷一点东西 因为演员要学舞自己 每天都在学 我觉得最应该 给我们分享的 现在的感受的是 我们面前的三位导师 那今天这个比赛之后 情况就可能 还发生一个变化 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组有两个 就进两个嘛 好 是这么想的 山正哥哥 你觉得呢 就是虽然有的队员 就是有两个 但是这个高手出马呢 一个顶俩 我们组 两个人都没有进的话 那决赛 我就自己代表 这个怎么都对 我上台去 跟我们另外的 两个演员去演去 如果他们需要我的话 真的 好吧 如果想看到这一幕的话 看你们怎么办吧 但是不能因为 这个不投票 当然了 如果真是万一出现了 不可预测的情况 我希望紫衣姐姐坚强 不说 我会的 好吧 那么所有的演员 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开始进入 第一组的表演 今天的第一组表演是 选自经典电视剧 大宅门 接下来登场两位演员 一位是来自 怎么都对对的 涂松颜 与他进行对决的是 来自春天暴灯队的 王阳 那你要到北京口吗 我没有刻意 能尽量说就尽量说 对 这个就是要一个精气神 那个风舞可能就是 那个气 对 经济圈呢 你就得把那个 经济的韵唱出来 就不会跳 又得特准 这个东西准 它就是给你天分的 涂松颜 你在子一导师的团队 你怎么演都对 涂松老师 这一次咱们两个的 比拼和较量中 我会爆 小心炸到你了 来 现在二十秒 王阳进入角色了 放轻松 你肯定是冠军 涂涂 你就把最后那个唱白 唱到点上 你就赢了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七七事变爆发 日军侵战北京 并组建新药航航会 此事遭到了 白草厅大东家 白景旗的极力反对 由此 白家的伙计 被日本人抓捕 老人家 哎 哟 二位聊着呢 七老爷 王老爷 不敢 奴才王喜光 听说 您最近升了副会长啊 要多担待着点 七老爷 您说笑了不知 今儿找我什么事啊 日本人想请您出山 容认北平新药航航会的会长 别抬举我 我没这福气 您哪 另请高明 您厉害 您厉害 不过我给您提个请 路谁都有走窄的时候 要是想抓谁 可是黄军一句话的事 我那伙计他不是共产党 我知道 这人呢 我不是不能放 不过这上上下下 总得打点一下不是 两根条子 五根 今儿不怕你赖账 咱就这么着 七老爷 您说您自个儿做大狱的时候啊 愣是一根毛都不拔 这别人做大狱 您倒挺大方 您说您是不是剑骨头啊 您老是剑骨头啊 谁那念叨老剑骨头呢 这是三老太爷 您又出去喝花酒了 怎么着 爷我乐意 这声听着耳熟啊 是我 这不是王的总管吗 不敢 笔人现在就容认 新药皇行会的副会长了 那我得叫您王副会长 不敢 会长使敬 使敬 三老太爷 敬拿我开心 七爷 这人我是可以给您放了 不过 这会长这事儿 您再好好想想 王启光 我们白这世代御医 门风端正 自要是我还活着 自要这百草堂的匾还没倒 当汉奸的事儿 我绝不答应 那您就得到日本人那儿去解释解释去了 怎么着 走吧 王副会长啊 这就可是您的不是了 怎么好事儿敬惦记这白景旗啊 这白家还有我白英与白三爷呢 这会长 他不当 黄四爷 您要的茶来了 您慢着点 四爷 说了吗 白草堂东家 白三老太爷 当了汉奸了 他这么一当啊 白草堂的招牌啊 砸了 凉了 不喝了 四爷慢走 慢走慢走 空了再来 刘七啊 今儿是我就职典礼的大喜日子 你说你跟着来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替我当这会长 谁替你当了 我自己给乐意 你不该背这黑锅 怎么叫背黑锅呀 我梦寐以求我要当这个会长 那三叔您图什么 我就图个舒坦 今儿我就还把这话给你说明白了 自从你当了白草堂的大掌柜的 我就没过过一天舒坦的日子 打今儿起 你当你的大掌柜的 我弄一个北平新药行行会会长我当当 我管着你 你当汉奸别人会戳咱白家的脊梁骨 老七啊 老花说得好 食食物者为俊杰 八国联军那会儿 我就干过这事 你不是 七老爷 七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今儿是我们白老太爷的大喜日子 荣升会长了 我看看我看看 赶紧的 典礼马上开始了 快点快点 您上面请 慢点慢点慢点 好了 大家安静了 下面我们就有请白老太爷 给我们大家训话 大家鼓掌 训话谈不上 接这个机会呢 跟老几位聊聊 老喽 站不住喽 今儿呢 我就一老卖老 没错 一老卖老 卖出一个老汉捐来 你八爷 别跟这儿说话不腰疼 我腰不疼 我可没冲日本人居过功 你信不信我瞅你 他妈瞅你 我就不明白了 白家这些日子到底是怎么了 我就是非把这局嚼了不可 赛叔 安静安静 都给我安静 大家都听白会长讲话 得 我这还备了一块上好的驴肉 您说 这 人这一辈子 图什么呀 说到底 就图个吃喝玩乐 是不是 来的老几位 都是财主 没有咱们办不成的事 是不是 可就是有那么一样 咱还真不能干 这就是 当罕奸 既然大伙 扔我当这个会长 我就要立几条规矩 如果谁做不到 坏了这个规矩 那么就不是人养的 可头一条 各家各号 所有的秘方都给我收好喽 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这二一条 各号带卖日本药材的 统统给我扔出去 甭拿别人的拐子砸自己的腿 可最后一条 就算是挨枪子 也绝不当当国奴 您 再胡说八道什么 来人哪 王岐光你个王八蛋 你卖国求荣 本得好死 总有一天 你会报报应的 好 你等着 哪儿去 耿子年我就当过汉奸 现在想起来 我后悔呀 可完了 我儿子 我儿子在重庆 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了 我今天如果再当汉奸 我对不起他 白杨宇 你这是蛊惑人心 宣传抗制 给我抓起来 不用 三爷我今儿 哪儿都不寻 老齐来 告诉他们 我今儿这块驴肉 是什么味儿的 三叔 你干嘛吃大烟糕子 大烟糕子 我吃的是大烟糕子 三叔 大烟糕子你们吃啊 大烟糕子舅舅 小命力尸没有 小命力尸没有 我白杨宇这辈子 不想过了 来直了 你也造过了 死了 大烟糕子 我该得住 我 老齐 我 我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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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找他了 白 白姐 你给我守好喽 你还记得 调花车里那两句吗 你看哪 前方何栋栋 定是那泽巢穴 白岸 看上前来 沙大哥 赶赶 敬 敬 三老太爷 刘航清博 三老太爷 刘航清博啊 啊 今儿三老太爷走了 他走得惊天动地 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儿 我要立医嘱 五 我死以后 白姐老少 如和日本鬼子通通一气者 人人可打致 我死以后 如有和日本鬼子通通一气者 人人可骂致 我死以后 如有和日本鬼子通通一气者 人人可诛之 如有为侍者 跟我这把刀说话 你遗嘱人 白 敬旗 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所有的助演演员 谢谢来自开心麻烦的演员 黄才伦老师 助演老师李雨萱 感谢我们特邀参谋官 郭特老师 欢迎您 也要特别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国家一简员 李光复老师 谢谢 我们也请老师先行入座休息 谢谢 谢谢 而接下来也会有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 是由郭涛老师首次导演 并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 《欲念游戏》 将于2019年1月份全国上映 烧脑来袭 谢谢 《大宅门》这出戏是一部非常难得的 带着那个精腔精韵的一部戏 我觉得二位老师的表演 从剧本态度和对角色塑造上 都非常清晰 恭喜二位 现在在这个舞台上我想起 我就是演员 就是我们这一季第一期的那个节目 我记得是徐焦跟胡先旭他们演的一个 那两位演员我觉得一期一期这样子过来 可以看到这个演员的这个可塑造的这个能力 真的是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让我看到这么成熟的表演 谢谢 我特别要感谢这个舞台 因为我通过这个舞台 我认识了一个特别棒的演员 他叫王阳 我也成为了你的超级粉丝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表演 谢谢 然后我也是通过这个舞台 更多认识了图松岩 每一次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角色 你都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他 他永远给我们一种新鲜感 和一种不曾认识的维度 这就是好演员的魅力 感谢两位 谢谢你们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聆听六位导演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他们观看了表演之后的感受 有请 王阳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位白老太爷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三叔 他要做汉奸 对你们这个家族来说 是不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是齐齿大乳吧 那他既然是你的三叔 你跟他有血缘关系的 我怎么一个瞬间都没看到 你哪怕是央求他 你上来演的就是正气凛然 但正气凛然是个概念 他不是人物 总体来说我比较挺着这个王阳 我很观点明确 因为王阳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 去演了这个 而不是演陈宝国 陈宝国就带着一种二嘎杂的那种样子 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不可能去补他的后尘 而自己去坚持自己的这个理解 来演了这张戏 王阳从你上来坐在那 这个郭涛老师出现跟你说的事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演 这个故事一定会这么结局 那么这一段戏的趣味就没有了 你如果经过很多的矛盾 争扎 纠结 亲情 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就会更相信你这个任务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自己感觉这个图老师 你的表演在某些瞬间还是打动了我 谢谢你 我不大赞成他这 他拍电影是拍惯的 他一拍能拍好几天 反正我因为比较熟悉嘛 这人无关于白景七跟这个 他这三爷本来就不合 再者说要当汉奸这事 确实是一个点 你要说强调这些细节的话 这个戏真的要再拍三天 我觉得可以能够或多或少 能够达到凯歌的这个要求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集中老师 我们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表演探讨会 我主要想在这儿呢 想提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 图松原演的这个人物啊 你要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不清楚 王阳呢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物呢 一上来他定位定住了 他到最后完成的时候 他达到了那个高度 都是在那个点上 在那个节奏上 王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起的有点高 整个这个人物是在一个频率上 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可能能够再好一些 但是图松原这一块呢 吃大烟糕之前你特意就是在那儿停顿了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和普通的要吃的牛肉不一样 后面要把这个兜回来 老师说我比较喜欢王老师的表演 因为他的动作呢 和服这个整个戏剧的那个步伐 然后图老师吧 一开始的时候又比较老 然后中间呢又比较年轻 有点偏忽 王阳老师我也非常同意 对曹宝平导演说的 你把他设得太高了 那我用一个电影导演的观点 去看那个电视的时候 王阳老师你的状态 都没办法再抓住我个人 在电视上看你的眼球 就不够准确 就是有点对我来讲有点皮 谢谢两位 那接下来两位演员又到了考验你们的时刻 有请凯歌导演 本轮即兴出题 中立导师吴秀波 选择了陈凯歌导演的考验 我希望图老师演一个自闭症患者 王阳老师演他的弟弟 王阳他的身份是一个维和警察 他要去非洲了 他们是孤儿 现场的250名观众 50位媒体评审 10位专业评审 6位导演和演员推荐人张国立 将根据两位演员的舞台作品 和即兴表演 综合考虑做出选择 不要告诉他 快呀快呀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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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吃的糖糖 慢点慢点慢点 一天两块啊记住了 慢点慢点快划着手 吃完这些糖 你弟弟我就回来了 以后啊 别嫌疑什么东西 都往脑子上锤 不够贴那么多砖口贴子 要锤拿这个锤 你别说的 我给你 吃了 吃了 他做了 走 来 摇油 擦脸油 怕你弟弟我从非洲回来 晒成黑人不认识啊 要擦哥俩一起擦 走了哥 走啦 穿着衣服 我要防弹背天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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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图松颜老师和王阳老师的精彩表演 我觉得这日生活能看出两人互相的关心 挺感动的 接下来要有请子怡老师和徐征老师来到台上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最终的投票环节 我其实今天要是说拉票 我觉得有一个人是最有资格拉票的 就是图图的太太 小小是不是 小小 然后图一乐也在 要不要请小小说说话好吧 好开心啊 看到我老公站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 我特别感谢这个我就是演员这个平台 能让他回到这个舞台找回自己 老公你最棒了 加油 好面前 我爱你们 谢谢子怡老师 图图因为我生活当中了解他 他跟桃红是同班同学 我知道图图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人 所以当他重新在出山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应该祝贺他 对我再说一点 我们家推乐这名字桃红桃红给起的 其实其实我起 你起的啊 对对对 推乐你知道了啊 知道压岁钱该管谁要了 对对 然后再说这个王阳啊 你看条件比我好太多了 作为四十出头的男演员 其实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角色等着他的 真的是前途无量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给王阳一个机会 一旦给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真的是会光芒四射的 然后你带你什么爸妈来了吗 你老婆孩子呢带了吗 我去年年底登的季 是跟我的师妹小我两届 我感谢她一路陪我走来 那未来的日子做我该做的 做一个合格的丈夫 然后有一天也可以成就三口之家 像图图和图一乐 还有嫂子这样 我觉得那应该是很 很完整很完美的一个未来 对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的修养 我去惊艳这些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紧张的投票环节 一号代表图宗颜 二号代表黄阳 红色代表图宗颜 蓝色代表黄阳 媒体代表团 图宗颜最终得票 27票 黄阳得票 23票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观众评审团 投票结果 图宗颜得票 109票 王阳得票 126票 接下来为大家公布 六位导演的投票结果 我这一票投给了图宗颜 我投给图宗颜 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 我还是投给王阳 我投给王阳 图宗颜老师 还有图宗颜吧 目前的总票数 图宗颜得票 216票 王阳得票 189票 图宗颜暂时领先 接下来 还有一票非常重要 有请 伯利老师 您的一票也相当于20票 我把我这 接下来 还有一票非常重要 有请 伯利老师 我把我这一票 投给了 图宗颜 目前图宗颜得票 236票 王阳得票189票 接下来 一票相当于10票的 专业评审团 我们今天看到了 两位非常强的对手 如果优中选优 我这票可能会 图给图宗颜老师 图宗颜如此之短的 时间之内 对于角色的翻转 对于情绪的翻转 是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角色不同的两面 王阳这个眼 是外表很松弛 其实内心是 有强大的包含 一个人 综合对他的 这两个演员的理解 我还是把票 投给了王阳 王阳老师演的 白景旗呢 最后你力士的时候 悲壮之中 再有一点 四顾无人的悲凉 就更动人了 目前一位投给了王阳 九票投给了图宗颜 图宗颜获得九十票 最终结果相加 图宗颜三百二十六票 胜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欧宏竞技时刻 恭喜图宗颜 进入冠军争夺战 请允许节目组 为您颁发一个特别的奖项 好 谢谢 恭喜王阳荣获本季 我就是演员的实力演员 您实至名归 结果徐正导师手中 实力演员的奖杯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王阳 我就是演员 我的名字叫王阳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这个舞台 感谢你们 下载贝壳找房APP 海量真房源省心上贝壳 你现在已经被剃了光头了 你已经成了爆灯了 后面还有波书 你非得拉一个香水是吧 谢谢徐正老师 黄老师 现在您来到我们节目 有什么感受吗 跟很多前辈在一块 很幸运 很开心 那我们现在表演完了之后 您最想做一件事是什么呢 现在演了上海之后 我就必须要用过一个平时 经常使用的消遣的一个活动 就是打开我的抖音 看一些好玩的视频 我就是演员里边 他在抖音上有实力演员 发起了一个演技挑战 他都非常精彩 但是里边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徐正老师的一个 演技小课堂系列 我每期都看 特别喜欢 而且里边的点赞量非常多 每一期都有我贡献的一个赞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片段 平凡的世界 两位演员 一位是来自怎么都对的韩雪 而与他对决的是来自 无名巨射队的宋毅 韩雪稳住一如既往啊 宋毅 你一路走过来 从来没有人能遮盖你的锋芒 你加油 抖音相伴 好戏不断 下载抖音APP 关注我就是演员 用新奇贴纸秀出你演技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罗家 表演员 千万岂有酒味 扫子 哦 来了 来脸 来脸 笑子 如云 来 进来坐 我在路上买的 来酒私了还带啥东西 快坐 上完隔来 他可转摇了 最近转摇都死死 转摇 这里有五百块钱 剩下点 恶会尽快还点 你认过也怪不容易的 这钱你留着 也不是转摇即便用钱嘛 再要也不差你这些 署长 嫂子 那你叫恶来 是作仨吗 你就没有想过 再找个男人 嫂子 你这是要跟恶 先烧个堆香 先喝点水 先烧个堆香 先喝点水 你觉得 少安 怎么样 扫子 秀莲 秀莲 路上看见那离便宜 买了亮相给你 浩子你 好 让夜来的 少安哥 哦 容易来跟给我们 还钱来了 哦 少安哥 前方好了 我先坐了嘛 正好 来 拿着 拿着 我说了 照着工作 咱回来 哦 来都来的 一起吃个晚饭 哦 舊斯嘛 嫂子 不要了吗 那这儿就去抓起 如也 如也他应该吃鸡蛋 那给你夹八个 啊 瞪着 我知道 你对少安有感情 那都是十年前的丝儿的嘛 我也知道 少安对你也有感情 少安你到底要说个仨呢嘛 如也 你现在 一个人啊 你就没有想过 再和少安在一起 少安你不要开玩笑了 少安可是当着全村人的面 跟恶败了熊妹 我跟你也败了福气 可你现在让他跟少安哥 你不是想当着全村人的面 你才看了此消化不成呀吗 可不死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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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哥这个咳嗽 依然说了呀 斯哥哥 若奢 若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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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奠挠老师 要拐这筑鼻 尝尝 若奠 若奠 严格仍 嫂子 我跟少安哥 不可能了你吗 少安哥就是我的大哥 乐就是他妹妹 你什么唯一可以清得过的 可以把上来托付的人 老爷 就算是个求你求你 少安哥 你放上你吗 这求求你求你 求你求你 来嘞 杨狮子臭几蛋 饿给你夹了四个 还有个躺一会儿就来了 秀莲 任夜来了 我想喝个酒 清智一下 你把那酒开开吗 好嘛 挑号的啊 搁得打把树 来 放大 挡醒啊 这杨狮子操几蛋 别撒出来 少安哥 扫子那个磕搜 莫斯 你臊子神子许 那每年都咳嗽 就是几年耗得有些慢 哎呀 我还想着 去个施语园带她去看一哈 要是施语园看不耗你 你咋今天关心这次来咧 就来咧 耗着你 耗着你 来 你就喝一点啊 来 盛大 荣烟 她就要离开这儿了 可城里去打工 属丝要还你钱 哎呀 去城里干盛啊 勒死了 你咧 你要死 真是想还钱不要急 党饿那个转腰来 党个开计也能争钱嘛 不要了 不要急嘛 少安哥 如言 你看 孩子你少安哥 行里有你 你说 现在这个日子好过了 将来 他做老板 你算账 你就死老板娘 秀莲 你这是说胜 你说党死 要是你 你去了尊烟 也不会过这么多年 穷日子 党死就是没有想到 会改善这好政策 逆景点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心里有一封责任 我不要你扶持封责任 要你重新认回 不管日子好不好 用行训 这次认责的第二次机会 胡说八道 好日子不过来 看看你这态度 你不想跟我过来是不是 那 那的态度 那从来没这个想法吗 好嘞 那来说 山安哥 你做好个四项准备 扫子的咳嗽 我给你别说了 扫子的咳嗽 是非癌 非癌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扫子身体耗着你 诊是非癌 真是非癌 大夫咋给你设的 大夫咋给你设的 你敢恶设吧 大夫咋设的吗 不行的话 可以去市医院看看吗 再不行的话去盛城 再不行去背景 背景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你受伤了 忘记 可不及了 是吗 大夫咋可没说 早生晚生都一样 吃饭 来 那他对我已经够多了 那去做了 秀莲啊 你不要闹啊 你不要整个闹 饿 饿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能活一年 饿就陪你一年 你能活两年 饿就陪你两年就死了 那是饿不在了呢 你不 我就是舍不得了 要是要跟人陪着你 那就放心了 后来 嫂子 我打赢你 我打赢了啥吗 十年前 我跟双儿搁拜了兄妹 我当时是行不感情不愿的 我今天 情感情缘 诚喜诚意 我们再拜一次 再拜一次熊妹 我田若燕对这黄土地启示 从今天起 孙少婉 就是个大哥 何修莲 就是个大嫂 就算有一天 你不再来 我也像妹妹一样 照顾少婉哥 一辈子 少婉哥 饿改了 色衣同一齐 utilis 莹 Α 豆腐 一辈子 兄弟 停下 啊 歇歇吧 歇好 好 恶福你 来 哎呀 谁家里可以 长得这旧呢 啊 哎呀 你得赶尽好起来 啊 你看 这新生活就要来俩 这新生活就像这大骂车 咱们就是要干上这大骂车 事件往前创 好 可那儿去 可那儿都行 这样你在 可就大事 走 走 走 小心点 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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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的掌声感谢 韩雪 宋毅 也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特邀参谋官翟天琳 谢谢 天琳 欢迎你回来 很想念你了 我们也很想念你 去年我就是从这个舞台上走出来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认识我 我觉得见到了老熟人们很开心 就反正感觉这是我的主场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给我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 希望能够把任务完成好 然后能够把这戏拖好 接下来要有请天琳入座 有请 接下来天琳也会有一部 非常好的作品《原生之最》 将会要跟我们见面 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 谢谢 我特别特别地幸运和开心 我几乎从来没有担心过 宋毅会有问题 他所有的角色 他都会把自己转化成那个角色 而且从来不在任何的表达上 感受上拖任何一秒钟 这是我受教 我需要向你学习 我做不到 没有 没有 谢谢博士 其实我们上一期 我印象很深 因为上一期的演员真的非常强大 包括天琳 包括周一维 包括蓝莹莹 都是极度自我和展现型的演员 我们这一期呢 进入的决赛的四个演员 其实都是很温润的 都是自我表达 不是那么强势的演员 其实我在排练的时候 我特别担心 这两个女孩演不过你 但真的不开玩笑 我真的不觉得 她们演得比你差 甚至于在某些地方 她们的速度快到你不信 快到你不信 太爱快了 太爱快了 佩服 恭喜 其实我特别想说 就两位女演员 是两位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演员 坦白讲这么短的时间 她们要把这个方言的味道 拿到一点 这也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两个女演员 都完成得非常好 两位应该都不是陕西人是吧 江苏人 江苏人 湖北人 湖北人 天灵也是山东人 所以天灵也是挑战了这个方言 我听出来了 她们都是挑战 要弯弯 善喜人的表证 她们都不合格 我听韩雪的话 我很多听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韩雪在这个里头 她的语言的把握能力是最强的 她的陕北味能出来 宋艺有的时候会有陕西味 但是又有点湖北味感觉到 天灵呢 抓住了特点 但是有的时候会冒出陕东味 我认为你们三个人的表演 就是让这个语言给伴了一下 我觉得呢 就是跟国立那个有点冲突 我就想如果她不用这样的台词 她们就说的是普通话 我觉得她们的那个朴实啊 还有她的那个年代感 就没有这么纯厚 所以呢 我觉得节目组给她们这个任务呢 是一个有难度的挑战 但是是正确的选择 而且呢 我注意到了韩雪 前面的意志 和后面下雪以后 她演病人 演的那个 我都以为她马上要死了 马上要死了 那一口气 找病人的感觉 找得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呢 我真的给韩雪点赞 谢谢 韩雪她的这个语言能力 天赋 其实我对她还没有那么的担心 可是我们家这个宋艺啊 因为这个小艺是我学生 当时她说我就不会了 真的是不会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夸一下小艺 她自己一直说 池妈 我这种性格 可能在这个娱乐圈 我嘴不甜 我也不太会 跟大家去处理关系 她一直为这个特别地紧张 甚至有一度她精神上 受到很大很大的压抑 在这儿 池妈也想告诉你 只要去拿角色 跟观众去对话就可以了 不用学会那么多的迎来送往 因为那个没有用 有用的是你一个一个拔地而起的角色 今天你就战胜了自己的那个语言观 一点都没有丢分 谢谢池妈 你们那个学陕北话 应该找我啊 饿说得后 因为我对陕北比较熟悉 你看见没有 她亲近的人就坐在她旁边 但是她说话的嗓门 好像是说给五里地以外的人听的 这就是陕北的特点 叫这个秀莲 就在旁边 秀莲她不是这样的 她是秀莲 是大声说的 秀莲 你这是说说 这给我特别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翟天林 她抓住了这个人物 另外呢 韩雪 我觉得呢 你这次在表演上 其实很收敛的 你们三个人坐在这儿 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度 为什么我们被你们吸引了 就是她的真实 当你在这个牌子车上 下雪的时候 你坐起来 你那个时候的表情 此处无声声有声 那个时候是你的表演 在整个过程中间 最打动我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 这个牌子车是奔向死亡了 还是奔向希望了 让我心情特别复杂 其实我觉得宋毅 你今天的表演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你已经接受了眼前的现实 这家人是你的恩人 是你的朋友 但是由于韩雪所说的话 一下把这个旧事 全部翻腾起来 你要经过 重新要面对这种 痛苦 挣扎 纠结等等 在层次上显得丰富 谢谢你们的表演 这个小姑娘呢 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跟韩雪比起来 我觉得还真的 要稍稍稍地差一点 这是我的感受 我觉得韩雪这个演员呢 他在控制人物的情感上面 在掌握这些 亲力节奏上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我也很想知道 他们能不能在其他的 这样的一种场合之下 能够表现他们的表演的才华 张继龙老师好像想 让他们两位演一下是吗 对对对 那么我想呢就是 能不能够让他们来演一个题目 叫做打劫 打劫 打劫啊 让韩雪作为一个打劫的人 让宋毅作为一个被打劫的人 他们各自和一个助演 来演这个打劫 黄才伦来配合韩雪 那个被打劫的 我希望灰红老师来配合你 他来做那个打劫的人 来打劫你 要在这一段打劫里面 你要表达四种性格 四种 我呢不想凯克老师 是给你们准备道具 我这没有道具 我是希望你们自己 去更开放地做这个 韩雪老师 您好 欢迎我去配合您的助演 你就拿着上次打游戏机 那劲就行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可能想用一点 就是我之前配音的那种技巧 就是比较好玩 他维权的精神病 其实我也有 可是我有老人痴呆 就是四种性格 必须非常非常清楚 加油 加油 首先接受即兴考题的是宋毅 准备 准备 打劫啊 给我钱 不要 我女儿没有营养 要鸡蛋呢 给我钱好不好 我女儿没营养啊 我要鸡蛋呢 我跟你说 我害怕 我在怕你听不到吗 我也很惨的 你为什么要打结婚 你为什么要打结婚 我害怕 你听不到吗 我害怕 你上次回回来 你没像谁啊 你不像谁 你不像我 像我一样 没出事 你是谁啊 你不认识我啦 谁啊 我很久都没有回来看你了 小妹啊 你吃饭了吗 我弄个饭给你吃 停停停 好 接下来有请 韩雪和黄开伦 预备 开始 你看什么看 大家都没见过你 你钱会拿出来 没没没没带钱呀 现在出门不都 我拿钱我弄死你 别别别 别别别 瞧把你给吓的 快 钱拿出来 何大事啊 你现在把兜里钱掏出来 我就不给你动手了 快点吧 不是 我认识你吗 我这没带现金呢 没有钱啊 那你卡有没有啊 你什么都没有啊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呀 这个 什么卡不卡现金呢 多脏啊 什么年代了 多老土 二维码 转账 转账 我转 转呢 转多少合适啊 你绝着呢 撒 都转给你吗 我没我没多少钱 我是 我的 这是我这月工资 我刚拿的 我都给你了 好吗 你给我转好了 五 一 二 三 八个零是多少钱啊 你那小数点后面的不能算 主要是 天哪 这个关叔叔该不会加了 我的好友吧 这个谁 好可怕呀 怕什么 再叫我们钱拿出来 装死你 这个考骑有难度 这种导演您满意吗 我觉得他们两拨的构思 都还真的不错 这么短的时间啊 我觉得韩雪山 就是蛮好玩的一个 他更放得开一点 好 谢谢您 谢谢 那接下来 再一次掌声有请子怡老师 秀博老师来到舞台之上 有请 接下来请投票 我特别想在意一下韩雪 用角色来说话永远是一个演员最有奋样的表达 你做到了 非常棒 谢谢 宋毅今天真的特别出乎我意料 我没想到他今天能有层次地去饰演出来这个角色 这一组表演是我看过最有爱的一段三角关系 最后击溃我泪点的是 韩雪老师哭得抽搐的嘴角 韩雪一直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没有让这个眼泪很快地流出来 就这种情绪的控制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接下来为各位公布 韩雪宋毅 媒体评审团投票结果 韩雪40票 宋毅10票 大众评审投票 韩雪139票 宋毅103票 十位专业评审团 七票支持韩雪 三票支持宋毅 目前韩雪得票 249票 宋毅得票 143票 韩雪暂时领先 接下来六大导演 请投票 我投给韩雪 我投给韩雪老师 我也是投给韩雪 我也投给韩雪 我是投给韩雪 谢谢您 有请陈凯歌导演 我这一票投给宋毅 原因其实特别简单 就我们看到宋毅层次比较多的这种变化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角色 要驾驭起来不太容易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已经有了结果 但是做演员就是要不计成败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 演员推荐人张国立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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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毅我说实话 你是在这个舞台给我惊喜最多的一个女演员 所以我的这一票 投给了宋毅 谢谢国立老师 宋毅183票 韩雪最终得票 349票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探清心动演技 OPPO晋级时刻 恭喜韩雪进入最终的冠军争夺战 冠军争夺战最终都产生在了 什么都对对 再一次恭喜子怡老师 也请子怡老师入席就座 也请韩雪进入到备战的状态 有请 下载贝壳掌房APP 海量针防员省心上贝壳 各位这是唯一一个 复活回来 走到现在的一个孩子 太棒了 谢谢国立老师 你是个好演员 你是一个牺牲自我 而成全角色的好演员 谢谢博叔 非常荣幸 接下来也请允许我们 为你搬出节目组 特别为您准备的奖项 恭喜宋毅 你荣获本季 我就是演员的 突破演员称号 有请 主播导师 三八奖杯 谢谢 金色的大门 位移打开 可以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当然 就是 特别想让池妈跟我一起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姑娘 还需要找一个男朋友 我们都记得了 那可以让我那个跟池妈一起 就离开舞台的时候 放一段喜庆的音乐吗 对 我们请秀波老师直接用歌声伴随着你 你爱她就娶她 别让她害怕 谢谢 谢谢 她说的那些傻话 和流的那些泪啊 只是想要有一个家 你爱她就娶她 好 好 我就是演员的独唱音乐会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秀波老师 谢谢秀波老师 此时此刻我们也将迎来一个荣耀时刻 四位加入总决赛的演员 有两位最终脱颖而出 闯入了冠军争夺战 让我们掌声欢迎 涂松颜 韩雪 热烈的掌声 恭喜涂松颜 韩雪 这下来我们这个冠军争夺战也得有一个台本啊 是吧 现在请把剧本拿上来 我就是演员 最终剧本 可以打开吗 现在先不要打开 这回有要求有条件 你们两个从拿到剧本走下舞台的那一刻 我们开始计时时间二十四小时 来 让我们掌声欢送他们去排练场 让我们敬请期待 涂松颜 韩雪 为我们带来的决战大戏 回头看 回头看 计时已经开始 加油 来 现在下辞了快 您又做梦的 这句话太北京口了 我认为项羽不能是个经常做梦的之人 还有退兵这个词是不对的 你在背围欧 对 大家十面埋不回着你 你们是没有退兵的主动权 可以拼江一词 杀出重围 退回江东 可以 这可以 往下压他 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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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点地 不 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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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欣赏20秒 似乎是一个能够 盖棺定论的给这个舞台 最后交一份拔券的这些特别 既然已经又到了决赛 为什么不再去 给大家留一个好作品呢 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给予我们信任的冠名商 我们的各大赞助商 对 真的是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冠名商OPPO 因为只有他们的这种 无私的支持才会呈现出 这么好的制作 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 确实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演员们的执着 看到了演员们的初心 我由衷地推荐这一款 OPPO R17 Pro 给所有的人 你怎么推荐呢 我推荐它 因为它在夜晚拍照也很好看 夜晚拍照也很美丽 我们来一个大合影好吗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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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就是演员 演员就位 表演开始 公元前二零二年 向你在楚汉之争中 被困盖下 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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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地 若我向你鸿门宴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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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琪 我不是三日前 让自欺护体离开 你怎么又回来了 离了大王 我还能去哪 可我现在身处困境 你与我 只能独造烦恼 赶紧走吧 那也好过 再受这离别之苦 是 我让你受苦了 我本该 与你共享锦绣山河 怎奈 连累你与我 困在这破败的盖下中 大王不必愧疚 英雄所在之地 一成 既是一国 此刻 这盖下便是西厨的王城 王城 英雄 事到如今 此乃残兵 此乃残兵 活乃败疆 大王 你可记得 英雄丁晴 也是在这朗月之下 只是大王一身戎马 你我四目相对的时间 太少 如未苍苍苍兴 明月光光 秋风起两心 楚歌 百度泪霜 才会高唱楚歌 参见大王 政府司徒乡 江 大王 汉军 在阵前高唱楚歌 令我军心丧患 一众将士 因思念家人 而要弃战回乡 我等家义劝阻 才如树归营 朕以为 一个不留 战 大王 此令 请三思再传 传令 陶人 进展 霸王有令 陶人进展 霸王有令 陶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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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今往后 有叛逃者 必军阀处置 你 也不能例外 臣 不知 臣但愿已死 但在此之前 臣还是要恳请大王 此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大王 大王 你若 执意 一战 并要斩了这帮弟兄们 你就是 困在西楚霸王的空名之中 你就是 你就是一意孤行者 你将失去人心 尘延 尘延已尽 尘延已尽 请大王赐死 求大王饶了哥哥 妹妹别求 我可以饶你不死 但叛朝者 杀无赦 大王可知 若斩尽逃兵 你军营中 还能剩下多少将士吗 八十 八十 八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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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天要亡我呀 天要亡谁 也不会往西楚霸王 大王 回江东吧 我陪你 眷途重来 重来 我只要退一步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江东父老 也就没有他们的西楚霸王了 可我爱的 不是霸王 是你这乡家儿老 是霸王 当日 使皇帝出巡 有一个少年 只是皇帝的车眼说 必将取而代之 那一刻 我便爱上了 我便爱上了这天不怕 地不怕的向家而老 感恩 公娘方明 我 老王 我为你跳舞一曲歌 嗯 弃吞山河西 弃干事 是不利息追不逝 追不逝息 有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何 大王 我能与其帮你 贺府 陈昭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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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王有力 杀项羽者 風籤富豪 說服项羽來翔者 阿羅阿富豪 你 霸王 霸王 你是 鋁馬桶嗎 八千子弟 您竟然还能记得 那个十六岁的傻小子 今天是我的死期 霸王我还真是有一事 要求你 求我 我死了 我倒是不怕 我只怕世上 只知我项羽 而不知鱼姬 我求你 把我们俩合葬 这样 后世就会知道 我项羽跟鱼姬 至死也没有分开 我们俩 只求四物相识 相对而葬 可是 霸王他 我们两个 都谢谢你 与谦羽 我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 掌声恭喜 独送严 韩雪 完成最后一幕演出 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上海市之学院 音乐之中心主任 百老汇亚裔第一人 王洛永老师 今年演员于浩铭 大家好 我是王洛永 非常非常高兴 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你们 谢谢观众 大家好 我是浩铭 我特别感谢这个舞台 我觉得我通过这个舞台 我成长了很多 特别感谢 浩铭的新剧 《你和我的青城时光》 还有即将登陆 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的 外滩终生 都需要观众朋友的支持 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浩铭 也再一次感谢王老师 谢谢王洛永老师 您的助阵 谢谢二位 先请特邀参谋关系入席 有请 那我要说 我先要说一下 王洛永老师 我觉得在座的很多年轻的观众 可能还不了解 王洛永老师 王洛永老师是 我们最早一个华人演员 站在白老汇的舞台上面 去演主演的 演那个西贡小姐 一演就是好多年 她带来了真的是示范 什么叫震撼式的表演 这个我和王洛永老师 其实挺熟悉的 我是可能最早去看她的 西贡小姐的人 我刚才我觉得你演得真好 当你走下这个舞台的时候 三声不到八十 每一句都不一样 八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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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催人心甘的三声叫 这也是我们演员 应该向你学的 都已经走到了下场了 最后那个哭腔 还在出来 别 别 别 真的 谢谢 我们说回到这个戏 我相信大家一定想到 就是霸王别姬 韩雪要哭了 但是今天 韩雪一直都没有哭 一直用一个 更加高的一个方式 在处理这个橘色 处理得非常干净 非常动人 土土真的是难为你了 我能从你所有的 在台上的这个座位当中 感到你当中的这个辛苦 包括最后演完了以后 你眼睛闭在那里 我估计就是都 你都能随时都能睡着 我看到了你 已经尽了120%的努力了 感谢你们带来一个 绝不辜负 最后我们的这个 结尾的这个盛典 我觉得你们真的都是我的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哥哥 整个的这个作品 讲的是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每个男演员都向往演过项羽 很过瘾 很过瘾 恭喜二位 我特别想跟韩雪和土森原说 我由衷地向你们致敬 你们两个没有辜负 最后的这两个名额 你们稳稳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作品结实情感平实 演技扎实 我能与你们为友 是我的荣幸 感谢你们 有一句话 我想跟贾东言和史航老师 还有刘天驰老师说 谢谢你们 我知道昨天你们 又是熬到了后半夜 感谢两位编剧老师 无私地为这个作品的付出 谢谢 我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 终于可以睡觉了 对 您辛苦了 我在这里谢谢演员 谢谢导师 谢谢所有跟我在幕后 一起工作的人 谢谢 我今天好不容易说 我今天不苦 但是确实 贝天驰老师说得有点感动 我被两位的表演感动 我觉得戏其实挺好 这个项羽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悲剧英雄 在我拍《霸王别姬》的时候 这个老师父讲到说 在该下只有一个女人和一匹马还跟着他 我今天觉得那个图松言你演得真不错 你跟这个韩雪两个人说到 见到秦始皇的车架过去说 我彼可取而代之 我可以取代她的 这个时候你脸上露出的笑容 和韩雪所说的话是完全吻合的 这是个少年英雄 年纪不是少年了 满脸灿烂的笑容 你相信她应该有资格赢得她的霸业 但是她没有 我觉得韩雪也非常好啊 虽然给你的空间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就是 你在这站着的时候 你并没有特别多的语言和动作 说我要劝你要回到江东 我陪你卷途重来 她很淡说的 这个掌握是好的 我非常欣赏 所以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 谢谢 那接下来最要感谢的是子怡老师 她也要来到你们的身边 掌声有请子怡老师 所有的表演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接下来我要行驶的 是为我们节目画上圆满句号的规则 我们最终的投票 将以250位大众评审中的 五分之一和50位媒体评审 上台完成投票环节 其余五分之四的观众 将依旧通过投票器来完成投票 投出的票数 我们会暂时用信封封存 最终交由演员推荐人张国丽老师 为大家揭晓 上台投票的50位观众 由子怡导师抽签产生 101到150号观众评审 首先有请未被选中的200名观众评审 做出你们的决定 请投票 一号剑代表支持图松颜 二号剑代表支持韩雪 图图老师 我非常的佩服你 我觉得你在台上表现的台词和节奏 都非常的精准和稳定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谢谢 韩雪 我觉得在这舞台上 你可以那么有张力的表演 也可以有这么柔弱的这样的表演 最好的你们也是最好的舞台 韩雪老师今天舞剑的片段都有百转千回的力量和瞬间 感谢你们很精彩 我觉得今天台上的两位演员为表演做了一个示范 在我心目当中你们两位都是冠军 冠军争夺战 图松颜 韩雪将接受现场50名媒体评审和50位大众评审的最终投票 首先有请50位大众评审 有请 他们来自第101到150号段 图松颜获得第一票 谢谢 韩雪获得第一票 韩雪两票 图松颜两票 韩雪三票 图松颜四票 韩雪五票 韩雪六票 图松颜再得一票 最后三位观众 他们会如何投票 谢谢 最后一票投给图松颜 50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 由吴景岩于浩铭主演的《外滩终生》 将于12月10日每天19点30登陆中国篮剧场 最温暖的生活故事 最动人的年代情怀 让我们一起敲响《外滩终生》 50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 18比32 韩雪暂时领先 接下来行使权力的是50名媒体评审 首先有请抖音 腾讯新闻 微博 搜狐新闻客户端 凤凰娱乐 前江晚报 有请最后一位媒体评审有请 谢谢 50名媒体评审 二位得票 25比25 非常感谢所有为两位演员投票的观众朋友和媒体评审 为了节目的保密性 在公布最终结果之前 要辛苦各位 暂时先离开我们的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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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了 谢谢 拜拜 谢谢 好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200名观众评审的投票结果被封存在这个信封当中 让我们有请演员推荐人张国立老师为我们揭晓 200名现场的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是 涂松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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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票 韩雪117票 最后的得分 韩雪174 胡松颜 126票 恭喜韩雪 演员一秒入戏 随光看清心动演技 OPPO荣耀时刻 恭喜韩雪成为本季 我就是演员 总冠军 谢谢大家 也要恭喜我们的冠军导师张子怡老师 好 恭喜涂松颜 荣获本季 我就是演员 亚军 有请张子怡老师来到舞台之上为独宗颜翻脚 恭喜恭喜太不容颜了 恭喜独宗颜 有请张子怡老师为冠军 我要摸摸冠军飞干嘛 真正洗劲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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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媒体合作伙伴百姜浩 深入资讯 合作媒体 SAKER网易 凤凰 都不是演员 参论有精确 见面新闻手机专 这个能力的大量 接下来也要用我手中的这一台OPPO R17 Pro 为各位留念下这个时刻 一二三 我就是演员 我就是演员 这问题太大了 呃 呃 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系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是一个展示全人格的一个行当 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在想 那什么是演员呢 演员是一群普通的人 演员也是一群疯子 啊 我不 啊 他们喜欢我这样的 宋舞阳为了这个角色 他三天没有吃东西 在做演员的时候 你要百分之百的忘我 啊 嗯 很多人会非常开心 说有这么一部节目 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演员 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 我可以演得很好 你们可以信任我 我的人生目标不是当最好的变手 我想打影后 真的 舞台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东西 这是我们所有做演员人的一个梦的舞台 一二三 我就是演员 我打一个板 今天结束了我们这一季的我就是演员 好收工收工 谢谢大家 辛苦大家 演员是 什么是演员 狂奔在西北荒野 不够出心吗 什么是演员 记得 见天地 见众神 寻找自己热爱表演的出动 我就是演员